记者周燕于台北报道,台北市长柯文哲妻子陈佩奇上月曾于柯的脸书留言提到,看到柯出书,自己明年也想跟进,除不让柯专美于钱,也可支付选举经费及打官司的费用。 柯文哲昨天举办签书会,金寿访谈到此事,苦笑说,半税一定不够,会跟太太说还是不要写。 陈佩奇今下午于脸书发文,写书是自己梦想,可记录人生,但更远大的梦想是书能卖的笔和好。 陈佩奇脸书写道,看到柯文哲今天上午受访片段,故而忍不住想回应一下我那老公市长,他说,相信人一生中都想写一本有关自己的书,不论是谈工作领域的专业,或写下人生精彩的那一页, 有朝一日若能梦想成真,想必老实都是弥足珍贵。 陈佩奇表示,他从没找出版社出过书,也不知道一本书能赚多少板税,不过写一本书就只是自己的梦想。 另外一个更远大的梦想则是,那天书能买的比我那市长老公更好,欺面自己哪天梦想成真,哼哼,市长老公,会怕就好,话锋一转。 陈佩奇也提到,家中理财一项都是自己打理,2011年至2014年,他的理财动作只有一个,就是上银行网站了解基金是否赚钱,存单是否到期,若有就赶快赎回还房贷。 他说,柯文哲不想债留市民,自己也不想债留子女,还房贷除了当下的薪水收入之外,过去投资的基金又转就赎回。 陈佩奇表示,名嘴有时说家中多了千万不明财产来源,有时又说家中少了千万财产去向不明,哎,到底是要说我们家钱太多了,还是说我们家钱太少了? 陈佩奇也提到前立委罗书磊,他说,有一号称有会计师背景的名嘴推断我家税率是40%,想要污蔑我们收入没这么多,搅不起房贷等等。 他表示,自己今天抽空看了历年自然人凭证的缴税记录,2014年及2017年税率是20%,其余是30%,并无名嘴说的40%,他更批,建议这些名嘴回归做自己本业的事吧,这种别有目的,诬陷别人的名嘴工作,不要再做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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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